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舌体淡胖的舌相 还是先画出三角线的 舌体胖大,然后又有齿痕 这个热相不是很明显 这一类的人大便总是不成型 大便便于粘马桶 还总是觉得气短乏力,懒洋洋的 像这种人我们就可以参考这个森林白猪伞 你看森林白猪伞里面这个 党参、茯苓、白猪啊 包括制甘草 这个是四菌子糖 就是以补脾气为主的 还能除湿 另外它有这个山药、莲子 就是既可以补脾又可以固塞止蟹 还有这个潮扁豆、异以仁 这个完全是除湿的 这样把多余的尸邪给代谢出去 杀人可以见谓理器 这样它就可以帮助脾胃 更快地散去这个尸邪 还有这个结梗 它可以使旋律废弃以通缺水道 这样促进尸邪的排出 所以这个森林白猪伞针对的就是这样的 你记着 是这个湿气偏重 又没有什么热的 那有人说这个适合的 那哪一类人不适合森林白猪伞呢 要是湿 你像这个人 我们常常说脾气虚 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吃森林白猪伞的 你像上次那个可以 你像这个 你就不能吃那个森林白猪伞 像这个更明显 是不是湿 一定有湿 像这个我们前期已经分享过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往前面看一看 像这样的也是湿 黄逆胎 这种情况的湿就不能吃这个森林白猪伞 包括这一种 一是蛇胎偏黄 二是蛇肩上 我们看 有这些个东西 如果说像这种呢 虽然也有气虚的情况 但是呢 它就不适合吃 蛇体胖大 有齿痕 懒洋洋的 这些也有你看也有齿痕 但是呢 它的蛇质偏红 这提示呢 湿育了以后有内热 这种情况 这种人呢 就不能吃 你包括这个舌头的两边呢 肝胆区偏红 就说明它还有肝火偏旺的 它就是不适合吃 尤其是像这种 湿热比较明显 热还很重的 更不能吃森林白猪伞 虽然它的症状 很多地方相似 这种呢 是不能吃这个森林白猪伞的 好了 今天的最后大家分享到这里